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学校老师还是学生家长 都将面临着更多的压力 但是孩子们的未来 也随之呈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 我们先来跟随记者镜头 看看开学第一天校园里的新变化 那么短片之后呢 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 早上七点多 上海静安区医师副小门口 十几名交警和辅警已提前到港 引导车辆有序停号 快速撤离 在静安医中心小学 校门口专门准备了一块摄影背景板 让一年级新生们拍照楼面 我今天是小学生的 我还激动 他的爷爷包括我 还有他 我们三代都是这个小学读者 毕业的 希望他能走出比我们更好的路 学校今年特别安排了 五年级的大哥哥大姐姐 和一年级新生结队 带他们一起参加开学典礼 希望毕业的哥哥姐姐 给到一年级的新生一些经验 帮助他们进行入学适应 因为同样的话 如果由老师来讲 其实效果不如由同辈来讲 更好 大哥哥带着我好开心 你还紧张吗 不紧张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在朗朗读书生中 上海市广山实验学校 伊斯班的第一堂语文课开始了 认识五星红旗 辨识中国地图 学念爱国儿歌 成了主要学习内容 我是中国人 那么这篇课文呢 它是要通过一个听读句子 来让小朋友知道 中国是我们的祖国 来感受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我是中国人 我是小学生的单元教学后 新教材首先让孩子们 认识一些最基本的汉字 如天地人 日月水火等 在抽出两个单元的教学时间 集中学习拼音 在强化母语文字的同时 降低幼小銜接的难度 统编版语文教材 还适当增加了古诗文的比重 小学阶段共有129篇古诗文 同时新增和大人一起读的板块 鼓励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 这个班正在上的是道德与法治的第一课 上学真开心 老师通过故事 图画 歌曲等形式 激发孩子们学习的热情 我们发现法治的治并不是制度的治 我们并不是说告诉小朋友 我们中国到底要有什么法 而是告诉他们 我们社会 我们国家 到底是怎么治理的 然后呢 也想让小朋友 在学习这本书的里面呢 也可以感受到 比如社会主义24字核心这样子的 针对新教材 老师们都已经过相关培训 会将新教材的理念 贯穿于教学之中 上海市教委也要求 严格按照课程标准教学 不得随意拔高或加快进度 好 现在我来介绍 颜博士邀请了两位嘉宾 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是清清家教升学咨询专家 百杰 你好 百杰 另外一位呢是莫家军 是一位这个初一小朋友的家长 欢迎二位 你好 刚才短片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 像今年刚升学的小朋友 他的教材就发生了变化 可能作为家长来讲 就是特别关心教材上的变化 那么莫家军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包括像家长群 在一起讨论的时候 大家会怎么说的呢 对 这个其实很多的家长 其实从暑假开始 就已经在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在那个护教板 以前的知识点来说 其实涉猎的比较广 但是它的深度比较浅一些 一直大家从家长的角度来说 都是听说在这个 护教板的相对来说 它的深度会好一些 或者它的逻辑的编排上 可能更严密一些 所以家长一直在等待 这一天到底会有多少的教材 可能会被改变 但其实从现在看过来 并没有像想象的改变的这么多 今年的只有初一的历史 和一年级的语文和道德 被改变了 你们家小朋友的教材 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只有初一的历史变化了 现在是初一是吧 初一的七年级的历史 那你有没有看到过 就是新的教材和原来这个旧版的教材 相比较有多大的不同呢 因为我还没有看过 以前的历史的教材 所以我 但从我的感觉来说 这个教材 布教的历史的教材 可能内容的编排来说 可能会更贴近我们以前的 这种传统的教材的一个方式 可能比较让孩子 可能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 另外百捷 其实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今年的小生初 其实是有了一些变化的 那您作为这方面的就是多年的这个咨询方面的专家 大家最关注的这个点是什么 就包括还有些变化是什么 我觉得从我们这几年的小生初入学来看 家长最为关心的还是我怎么样能够进入一个 我自己这个目标的学校 或者说我能够进入一个我理想的学校 那么其实在2017年的小生初 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那么第一点就是这个学校 它才不会再去收取孩子的这个简历 因为我们的上海小生初 其实它是不允许组织这个统一考试的 它属于义务教育阶段 所以在往年的选拔里面 这个学校还是更多的依靠参考 孩子在这个除了这个课内 还有课外的一些特长也好 或者说我的一些竞赛考级的证书也好 他们会更多的参考这些依据来录取孩子入学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在喊着要减负 其实到了今年我们上海最著名的两个比赛 一个叫做中环杯 一个叫做小机灵杯 其实都已经取消了 这个是明文取消的这两个 就明确了这两个 绝对是不允许在组织 或者说你拿到这个证 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对孩子来讲 其实这两个考试就不会在上海再出现了 所以起码在今年来讲是这个样子的 对所以我觉得今年的家长可能更多的会困惑 我是说小生猪的家长 就是我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去进入到我的所谓的理想的处众 或者说我的目标处众 这可能是对今年的小生猪家长的一个考验 这倒也是就是说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没错 我想问一下墨家军 刚才这个百杰说的这两大比较有名的这个杯赛 你当初这个小朋友是不是也参加过这样的一个考试和考证 我们几乎从可能二三年级就开始要准备这个准备了 对然后几乎每一年可能从三年级开始四年级五年级就连续几年都会参加这种杯赛的考试 如果说现在突然取消了 那么家长是不是一下子也有点手足无措了 就比较茫然 对 就至少以前还有一些标准 但是可能取消了以后 可能对家长来说 他的将来的这个标准 入学的标准到底在哪 可能更迷茫 就是杯赛取消了以后 当然可能学生会负担轻一些 但是对家长来说 我就觉得焦虑的心态可能会更重一些 对 就不知道我该参照一些什么 才能进入自己理想中的心仪的这个学校 对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小生初之外 像今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吧 应该说就是中考 那么中考是不是说 在这个入学的方式的选择上是更多了一些呢 还是说家长应该怎样去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对于上海中考来讲 他的一直以来 他的录取方式一直是呈现一个叫做多样性 他的录取方法很多 那么在这两年 其实明显产生变化的一点 我觉得是这个重点高中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示范性高中 他的自主招生的比例是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的 那么另外随之而来产生的变化呢 就是家长对于这个所谓的自主招生 他的重视程度会越来越高 其实这是存在在我们这个中考升学 或者说初中升高中这个阶段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是产生的变化 另外一个是随之而来带来的一个现象 你刚才说到其实是比例上是有所变化的 那么对于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家长 可能小朋友还没有面临一个中考 也不是很了解之前的政策是怎样的 那么之前在上海自主招生 大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比例是多少呢 在之前其实上海的整体自主招生 它分为两种手段 那么一种它叫做推优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初中学校 把它优秀的学生给推荐出去 那么另外一部分叫做自荐 那么也就是学生这个叫什么毛遂自荐 我可以去报考我异想的学校 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 大约是在10年左右的时候 那么推优和自荐 也就是我们这个所谓自主招生的比例 大概是占了市重点高中的40%左右 但是到了这两年 越来越多优秀的市重点高中 它的自主招生比例已经达到了50%左右 这就意味着我要想进入 这所谓的优秀的市重点高中 我必须有50%的概率 可能是要通过自主招生来进去的 那我想问一下莫家军 你家的小朋友过几年 也面临着中考了 也就很快了 其实可能也在你的计划当中了 那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会让孩子参加一个自主招生 这个渠道来选拔吗 对 其实从一个家长来说 自主招生其实是一个 给孩子有一个多一份的选择 因为现在的中考相对来说 这个差距 拉分的差距比较困难 好多的孩子能够考非常高的分数 但是这个分数 其实需要花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 可能要需要很大的训练量 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那么自主招生这一个渠道 可能孩子不愿意放弃的原因是 因为我可能在中考 万一有一些失误 我可能就整个中考的彻底就失败了 那么自主招生作为提前可以录取的 这样一个渠道 肯定很多的孩子或者家长 一定不会去放弃他 所以一个不愿意自招的孩子 一定是一个不是一个好学生 那你现在已经开始为小孩的 这个未来两年的中考 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吗 做了一些准备吧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盲目 或者说一些从众的这种准备 其实以前可能小孩可能是不太 不是很或者擅长的学科 可能我们会给他一些加强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给他的 其实一些辅导 或者是一些加强的一些学科 往往是他可能已经是比较擅长 或者他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些学科 所以我们也参加了一定的那种培训 或者是一些那种课外的辅导 其实你是最能够反映家长的 一个普遍形态 也就是说其实原来大家 只要考好这个课本上的一些内容 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自主招式 而且他相对比例是比较高 那么相当于家长要无形给孩子 多一份保证 就要额外地学一些内容 我想问一下百杰 这个比例有40% 上升到50% 这意味着什么呢 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对于学生 或者对家长来说 这可能是要大家更多地 去争取的一个渠道 可能在这个方面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呢 我觉得从目前家长的反应来看 他们确实是 特别是这几年 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 这个所谓的自主招生的 这个入学的手法 但是从自主招生产生的初衷来说 我们这个教委 或者说教育考试院 还是更多地希望 这个我们高中学校能够 不拘一个将人才 对吧 我们希望高中学校 能够去选拔到自己需要的 这一部分学员 因为毕竟这个上海中考 我们刚才这位家长也说了 上海中考它的区分度 还是不高的 相对比较简单的 所以高中学校必然会希望在 我在中考之前 能够去选拔到一些 我自己希望的生源 或者说我想要的一些学生 那么这些学生一定是相对 有他们自己的特长 而这种特长 不应该是说 我通过短短一年 或者两年的这种 临时的加强和突击 对 来得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两年产生的一个 自主招生的一个怪权 就是家长为了能够 抓住这个自主招生的途径 而去补习一些 我们刚才说 这位家长也说了 补习一些 它其实已经很强的一些学科 补课已经不再成为说 我哪里不行 我不哪里 而是成为我 我知道这个学校 可能更重视哪些学科 我去在这个科目上面 去做一些特别的加强 但是这种加强 我觉得并不是一种 积累的这种特长 它更像是一种拔苗助长 所以我觉得 这是这两年 自主招生里面 产生的一些不健康的现象 我可以这么认为 对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墨家军 像你刚才我们谈到了 像这个自主招生 那么作为家长来说 可能你就不知道 这个标准是什么 这个底是什么 因为学校都会自己 自发地组织这个一个考试 对 那么它也是没有范围的 对 这个其实也是家长 作为家长来说 最大的一个困惑 因为如果作为中考来说 每年我们会知道 中考的标准在哪 它的考纲是什么样子的 它也每年会有一些真题 我们能知道它的水平 可能在什么程度 但是像自招考试 其实对于家长来说 很多时候像一个黑盒子 或者像神一样的存在 我不知道它的标准在哪 我也不知道它可能会考什么 它的程度会是什么 这是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打一个比方 就像奥运会只有更高更强 它没有一个限度 所以可能就给孩子 就是要不停地追加 这不停追加的压力 而且是无底线的一个压力 这可能也是家长 自为头疼的 比如说可能我们原本 需要掌握这些课程 考杠的内容就可以了 但是我并不知道 这个其他家的孩子 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那我还需要更努力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就是没有底的 这样一个竞争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觉得家长 并不能说这个是家长 为了去迎合某些学校 而他做出的举动 从本质上来讲 应该是我们一边想去减负 但是高中学校 或者说学校招生的标准 依旧很高 他造成了最后家长 我不得不去服从学校招生的标准 也许这样的一个初衷 像教委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他的初衷是好的 是为了学生减负 但实际情况就是说 现在的孩子可能做到优秀的 还是比例蛮高的 那么为了优衷选业 我们不断地把这个标准 不断地提高 甚至提高到 自己都不能够掌握的程度 是不是说其实作为学生家长 尤其是马上会面临的 中考的学生家长 是压力时还是非常大 对 其实从我们这个年级 还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或者说我们从目前为止 焦虑的程度还没有到那种 可能到初二或者初三的家长 可能这么严重一个程度 但是我相信可能到 随着年级的增长 这个焦虑指数可能会越来越高 那你的 你们家小朋友已经是初一了 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已经是在外面 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考证 辅导 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其实如果说从开始的话 应该从小学就要开始了 但是如果说为了中考的话 可能这些考证相对来说 在初中阶段 其实考证可能要少得多 其实这也是家长另外一个困惑 就是我究竟要不要去参加 一些竞赛 因为其实到了初中阶段 可能能参加的竞赛 本来就比较少一些 或者含金量的竞赛 也少得少得多 能够拿到的名次 就是要比小学要更少 所以家长也在考虑 考量这个孩子 是否是真正能够竞赛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是否适合这条路 所以在这一点上 其实很多的家长 也是非常迷茫 我要不要去参加竞赛 或者说我在竞赛中 是不是真的能够得到一些名字 因为这个竞赛 如果真的要竞赛的话 投入是非常大的 对孩子来说 其实他的操练 或者说他的平时的练习 要比那种正常的小孩 要多得多 但是家长可能又不愿意 去放弃这一块 因为很多时候 自主招生的时候 他可能会拿这个 去作为一个入门的门槛 但是如果你失去了 这一条路的话 你可能入门门槛的 可能又变得异常的艰难 艰难 对 你刚才说 其实如果说 我参加了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辅导 想要获取一个 什么样的证书 其实孩子付出的辛苦 是非常多的 包括家长付出的辛苦 也是无限多 你的体会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跟着孩子 一起重新学了一遍 对 我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家长 几乎就是从头到尾 基本上就跟着孩子 从小学到目前的初中 不管是语文术学英语 几乎是陪着 是陪着在那个教室里 度过的周末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现在的教材 跟我们那时候学的教材 已经不太一样了 对 而且也说是在 随着年纪的增长 可能有很多的知识点 可能已经忘记了 可能要再重新去回到教室里 然后跟着小孩一块去把这些知识点捡回来 其实也是对家长也是一个挑战 其实百姬还有个问题想问你 其实我们的初衷就是说 希望能够减负 希望孩子能够把课内的这样的一个教材 把掌握好 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实际情况下 按照我的观察 其实这两年家长在课外辅导的经历 可能是远远要高于课内学习的这样一个经历的 而且他们在课外学习 他们可能不仅是去巩固课内知识 或者说我去把课内知识变得更加扎实 变得更加牢固 去应对中考的统一考试的路线 他们更多的补习 可能会针对性的去选择一些捷径 这个捷径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所谓的叫做自主招生 他们把自主招生作为了 进入优秀高中的一个重要渠道 甚至有可能是唯一渠道 在他们的心目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不是特别 怎么讲呢 不是一个特别好 或者说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选择 对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中考 上海中考和小生初期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因为毕竟中考里面是有一个统一考试在的 而且它的录取率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们更希望家长能够和孩子以课内为主 而且刚才各位这位家长也说到 我们的上海到了初中阶段之后 它杯赛其实远不如小学杯赛的含金量那么高 也不如小学杯赛这个名目众多 可能在上海的小学阶段 这个杯赛是全民参加的 但是到了初中之后 这些学科竞赛一方面它很少 另一方面真的是只有足够优秀的学生才能够去参加 对 所以我觉得家长们可能在这一块要调整好心态 然后还是应该把课内知识作为首选 对 家长调整心态很难的一件事情 刚才两位都讲了一下上海的一个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来看一下开学第一天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园 还有哪些新的气象 那么短片之后再接着聊一聊孩子升学方面的问题 早上七点左右 在北京四中 广区门中学 惠文中学等学校周边 道路开始拥堵 为了应对早高峰 警方除全员提前到6点20分到岗 还在学校集中的地区专门做了部署 我们加派了警力跟血管员 采取民警在路口中间指挥疏导 把血管员 把学生和家长引导到安全区域 在河北石家庄开学第一天 中小学生们惊喜地发现教室安装了新风系统 那现在我们有了新风系统 那么可以让孩子们在教室里面 就呼吸到新鲜的洁净的空气 那么也就以后假如说再有雾霾天 也就不会因为雾霾而停课 耽误孩子们的课程 石家庄在今年年初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曾决定 采用先试点后推开的方式 为主程区的试点学校安装2000台新风系统 相关费用由市级财政全部承担 今后还将在县区逐步推广 在四川阿坝九寨沟7.0级地震后 位于镇中的张扎镇小学降学楼受损严重 在各方的努力下 这学期张扎镇小学全校200多名师生将在九寨沟县第三小学复课 由此开启了他们全新的学习生活 既然说这次地震以后 我们不能在原来的校园里上课了 但是我们来到了这里 我们知道的老师啊同学都对我们很好 还有那些东西啊什么都准备好了 九寨沟县第三小学距离张扎镇小学有40公里左右 学校已经提前安排好了被入等生活用品 好 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 其实是全国各地的一个中小学开学的一个气象啊 所以我是感觉现在孩子开学生学 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事 甚至是一个全民的事情呢 都非常的关注 那刚才两个其实谈到了一些政策的变化 小生初包括中考 那么高考实际上这几年的政策 也一直在不断的调整 那百杰在这方面再给我们来做一个梳理 其实对于上海来说啊 这两年它的变化比较大 然后对于家长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 还是在于去年的这个高考新政 我们转号为这个三加三科目 也就是语书外三门 加上这个另外几门学科里面 你需要任选三门 那么特别重要的是呢 就是你需要在高考之前面临一些等级考试 从某种程度上呢 其实我们觉得这种科目的减少 应该是这个减负 减负 减负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觉得会出现两个现象 第一个啊 这个英语科目 我们可能要进行两次的考试 是 对吧 但是任何一位家长都希望 我两次考试里面都没有失手 都没有 都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甚至希望第二次第一次还要高级分 对 所以无形中他们就多面临了一次考试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学校比较上 因为有等级考 学生需要去选择他们对应的选考的这个三个科目 所以在高中学校之间 其实各个学校都会有他们自己的这个优势学科呀 所以说在等级考里面 很多学校的优势学科 可以把这个他们自身的优势啊 凸显得很明显 这就导致呢 其他学校的学生可能是 即使对这个学科感兴趣 他也不敢轻易的去选择这个科目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其实对于学生也是一种 我们在讲不是一个 可能是在我们预想之初的一些 一些造成的一些现象 实际上大家还是很怀念 以前的这种就是七门的这种考试 那个穆家军 你当时是经历过这样的高考吗 我虽然没有参加高考 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一辈人 可能都还是挺怀念 那个时候的高考相对来说 从学生或者不管是学生 还是家庭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角度来说 可能需要从选择的程度来说 更简单一些 现在的考试可能相对来说 家长会有一些很多的这种问题 到底我应该选什么课程 选什么三加三 可能对自己的孩子是最有利的 当然我们现在的年纪还比较低一些 可能到高考 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观察 观察我们已经发生的一些 这个今年的这个高考会 这是一个指挥棒 可能会指向我们接下去 我们应该把哪些精力投入到哪些课程里面去 可能要更多一些去辅导孩子 可能往这个方向去转 所以其实这个政策的变化 不仅仅也是考孩子 我觉得更多的是考家长 可能以前相对来说 大家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是怎样一个考试 现在虽然说是这个多样性了 然后好像这个初中是减负 但实际上家长面临着很多次的选择 你想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这12年的时间里 就是孩子面临着很多次的选择 而且每一次的选择 可能都关乎着孩子一辈子的事情 对的 其实从这个客观来说 我们讲叫什么 即使我们这个教委给出1000个政策 或者1001个政策 也会被大家诟变 你想想在我们高考的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都会 家长们会抱怨 说这个只靠一张试卷来定终身 这个太不公平了 太恐怖了 我们应该叫做不拘一个匠人才 对 那么到了现如今招生方法多样化了 自如招生占了很大的比重了 我发现家长们又有怨怨了 说还是应该一张考试卷 定终身 对 所以家长们其实都在寻找一个 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招生方法 对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层面来讲 家长们更应该先看看 自己孩子的优势在哪里 我这个孩子以后的发展应该是什么样 然后去寻找针对性的这样一个辅导也好 学习的道路也好 学习的规划也好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相对合适 也相对健康的一个规划 现在的家长 据我的观察至少在小学阶段其实还都是比较随大流的 或者是比较跟随大家也许比较盲目 可能墨家军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你考什么我也考什么 你学什么我也学什么 但是你像你的儿子今年是初一嘛 很多家长实际上在初二的时候就会面临着一个选择 这个孩子是继续读国内的这样一个体制 还有说我可能选择出国 你有没有做过考虑这方面 对我们也说实在的也做过一些挣扎 或者是在这个方面会有一些思想的斗争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现在的孩子不管走哪条路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这个出国跟我们以前的想象不一样 以前可能成绩不够 可能我们想象的是出国 但是其实现在的出国也不是可能往往是一些比较优秀的孩子 去选择了一些国际的一些学校 所以很多的时候家长会到初二的时候 更多的来观察这个孩子是否正能适应这样的一个体系 或者说那个时候的成绩相对来说开始比较稳定 才可能决定是到底从走哪条路可能更合适一些 所以现在的孩子实际上是越来越累了 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而且可以激烈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就是在孩子生死的时候还有面试家长 而且面试家长很爱